那個後面沒有講的部分 不過雲端上都有這四個按鈕的程式 因為這後面的東西複雜度太高了 所以我有把它放雲端 僅供各位參考 如果你有興趣 你覺得你有興趣 然後想要多學一點的話 我有把對應的程式放在雲端上 你可以自己再去參考 但是非常好用 怎麼說我們呢 首先來看 比如說就有同學會 我們剛剛做的這個應該沒問題 這兩個吧 然後就有同學說 老師那可不可以 因為底下我這個還蠻好用 因為就改了第一天 那我底下如果說還可以有個空格 空一個空白列 那我就可以在上面輸入那個形式列 就還蠻好用 真的可以用 可是問題來了 那我要怎麼樣快速的自動幫我 把每一列下方都插入列 有沒有 以前的話你變成你要鎖動按右鍵 然後再插入列 有沒有 然後再再來就插入列 那當然你要做很多事情 而且你會發現插入列 這個按鈕會變形 那如果用VBA的話 其實像插入列跟刪除列 只有兩行程式 一個回圈 但是要反向回圈 然後RO 刮弧 I列 點音色 音色就是插入列 刪除列 就delete 所以程式非常簡單 就三行程式 我demo給各位看一下 反向 插入列 有沒有發現 每一個 底下都有插入列 那如果要刪除列的話 再把它刪除 OK 不過按鈕會變形 變形為什麼 我前面講過 你要先把它按Ctrl鍵選舉 按右鍵有沒有 除物鍵的格式 在要資訊裡面 大條位置不能隨它更改 不然的話它會變形 插入列 有沒有要出來 刪除列 OK 程式只有三行 答案雲端上有 OK 記得是反向回圈 跟之前那個大樂透那個還蠻像的 而且刪除列 這個還蠻好用的 為什麼 有的時候你用人工去刪除 你不要了列 其實很簡單 你就回圈 然後邏輯判斷 判斷那個除塵格裡面 如果出現什麼字 幫我刪掉 其實程式就多兩行 就是邏輯判斷而已 OK 這個當然就是後續衍生的刪除列 跟 插入列跟刪除列 另外插入列還可以讓它列高增加 雲端上也有 所以你們也可以自己再去找一下 最後的話就把它完整 比如說清除所有的這些東西 有沒有 然後只留下這一個第一天 那我可以怎麼 年曆按下去 就是可以幫我把產生每個月的第一天 然後再自動再去產生每個月的其他天 然後最後做格式化 所以按下這個年曆 請輸入年份 哪一年 2022好了 然後它會怎麼做呢 按確定之後 就幫我加斜線1斜線1 放到哪裡 放到這裡來 然後再就做剛剛那些事情 按確定 OK了 有沒有 甚至還可以插入列 有沒有 所以呢 這個其實呢 裡面的就是 也等同是我們之前 給各位大樂透的下載 邏輯差不多 反正就是先做什麼呢 做每個月的第一天 有沒有 其實就是這段程式 然後再做每個月的其他天 也是丟公式 然後再把人家用call的方法 call就是先讓使用者輸入哪一天 然後就串接1月1號串在一起 然後在每個月的第一天呼叫call上面 然後call其他天最後就格式化而已 所以你要call call三個嘛 全部串在一起 就可以達到我們的效果 那其實以後VBA就是這樣 剛開始啊 你也不用說想要全部一次寫完 你就反正先寫step1 step2 step3嘛 有沒有 這個只有三段 像大樂透那個有七段 ok 所以如果你把七段全部串在一起 但是還有更多啦 反正你愛怎麼自動化 我想那個其實變化非常非常的大 只是說難度也會非常的高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沒有那麼多時間跟各位講解 所以我又把剛剛我demo的程式 都放在這裡 很簡單 如果不會你貼上 然後再來改就可以 另外刪除列或插入列在下面 這邊 有沒有其實程式就這三行 說I等於第三十三列到三 倒過來有沒有 step-1 這個關鍵倒過來 然後關鍵就是這個Rose物件的哪一列 做insert就可以了 delete就是點delete就好 ok其實相當簡單 但是卻非常好用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今天的話我們主要是講到Rish 下一個禮拜的話 我們就要繼續再來看那個 範例裡面的數學 相關函數部分 ok所以回去有時間的話 可以先預習一下 ok那今天先講到這裡吧 好 好